王老大说 她把自己的大房子卖了还债了 现在又买了这个小房子 她渴望有个家 有个温暖的她 与此同时 在吉林市的口前真 也有一个女人 等待着自己的真命天子很多年了 她叫余美娜 你看门好像给咱开着嘛 是这家吧 对 来了 余美娜家吗 是是是 你好你好你好 你这特意给我们留门了是吗 真细心楼下也给留了 余美娜39岁 无业未婚住房面积100平米 从进屋开始 余美娜就开始热情的给红娘倒茶 还特意给我们订的新鲜的草莓 然后这个草莓用那个小苏打 用那个盐 然后用个泡 泡它的十分八分 然后清水洗净 因为格外重视今天的相亲 余美娜说三年没有化过妆的她今天特地起早收拾了一下 还是化妆挺好看的 有点会不会太浓了 不合适 嘴唇稍微有一点点浓 再淡一点就好了 对 所以说不会化嘛 就是这个原因 人家会化的是很自然的 余美娜说 她常以吃亏是福为人生信条 所以这些年亏真是没少吃 有时候占点便宜买东西或者什么的 这些都会有的 就你在做小买卖的时候别人占点便宜 你也就让她占了 对啊 那你得让她占 她再来呀 这点是好 吃亏是福 你要是斤斤计较 那以后就可能没有下一次了 别的方面在朋友方面你吃亏吗 我可能还是比较复苏型的吧 包括情感什么还是复苏型的 我喜欢给予别人 我给予了我就心里特别高兴 就是这样 你多吃我点 多用我一点的那种 但你不占别人便宜 不喜欢 就感觉欠人家一点点 好像心里都不得劲 马上有时候想还的时候就得还 余美娜的感情生活和生活中一样 也是以吃亏是福为准则 21、22 那冻婚的年龄谈过这一次 然后家里也荡了一下 就说她也太不会做人 太自私了 可能就是男孩儿嘛 让人家里头宠着 然后就封闭了 我觉得没必要找了 伤害我了 就一个人过挺好的 自由自在的 无拘无束 我觉得家里伤害你了对吗 那是出了多少时间 26、24年呗 出4、5年 感觉就是她怎么去耍脾气我都忍 这段感情结束之后 余美娜把自己封闭了 再也没有找过对象 直到36岁那年 她又遇到了一个男人 你是着急想把自己家属去是吧 对 我当时认识她 她也是属于三无人员呗 什么都没有 那你当时刚才是怎么认识的 阿里亚认识也是在外地 那时候楼上楼下的邻居 互相帮忙照顾 然后就是内心有点过于善良了 就是有点可怜她那种 她也是在外面 也是一个人在那边打工啊什么的 就是好像在这个上一段 她是属于离过婚嘛 余美娜的同情心 再一次让她卸下了心理防线 以为这会是真命天子 可是这个真命天子又让她吃亏了 当时你发现她怎么了 她就是在网上就是可以就是 就是认识聊天 然后呢就还有见面的 我就后来就是她在做那个手机微商 我就发现了就是这样 这一点因为我们还没有在一起 就是当时是已经怀孕了 就是所以内心有点原谅不了 虽然没有结婚 但由于自己年龄的问题 余美娜还是决定独自生下孩子 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可能半年吧 就是想那个就是希望她 就是能过来看看认一认 然后也希望她说 你在YD打工也是没有房子 也是没有个家 想给你一个家 你可以来我们这边试一试 你在那边工资可能是五千六千 但她那边的生活水平也高一点 你可以说为了孩子 来到我这边生存一下 但是她就是不 可能她的想法也是不自信 我没有钱我不敢来 从孩子出生到现在 这个男人一直都没有出现过 专职带孩子的余美娜 只能靠早些年做小买卖的积蓄 和父母的阶级养活孩子 她现在知道爸爸这个概念吗 是啊 有时候在窗户那里 然后就叫爸爸就叫人爸爸 那个心里很酸 就是 嗯 她叫爸爸 嗯 但是她知道这个概念 但是她不知道爸爸在哪里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就很自责 就是 就是 就是知道爸爸怎么干的 知道 我太自责了 你就不生下他吧 你说 他一条小命 这个我就有点不坚强了 哎呀 我一直想哭 嗯嗯 孩子 嗯 什么症呢 就是 我都不哭的 从来不哭的 怎么回事 太激动了 你不哭了 不哭 我不跟人们说这些东西 那你们心里很难受的 不是 怎么症的 你叫爸爸的时候 你觉得能说啥呀 我就是说不要乱叫 不要瞎说啊 不要乱叫 他这看动画片里头什么 爸爸妈妈的 他 然后 然后 开窗就去 就在那块喊 可有意思了 他从动画片里去 嗯 对对对 嗯 家里人 你看就我爸 我 我带孩子 所以说 就是 他认知的东西比较少 给他的爱也太少了 说白了 太 太 太亏他的了 别照了 我说从来 那什么 不好意思都 哎呀 还杀不住车呢 你 我从来都不哭的 长得多大了 还流鼻涕 流鼻涕 给你们洗草霉 说从来不哭的 余美娜 还是哭了 为了孩子 说再也不想找的她 有点动摇了 嗯 那这次怎么 鼓起勇气来参加呢 嗯 我就是 我当时我就想 我说那个 你看这些 大爷大娘 她都有自己的爱情 我还 我找个老伴呢 我说我这么大岁数 我干嘛不找啊 大爷大娘都有爱情 我这也得有 再说 对啊 我还得给小孩找一个家 你 嗯 这是正常的 你不能性格上 是不是 嗯 得打开心扉 这一次找对象 余美娜 还是要以吃亏是福为准则 多为别人考虑 对于别人来讲 你得占别人的地方去想 想问题 嗯 人活一辈子 就涂得自己开开心心的 是不是 乐乐呵呵的 你就带个孩子 是不是 你也没有正行工作 想想 别人会不会也会 内心会觉得 这也是个困难点呢 嗯 所以说 我一想又封闭了 别拖累别人了 但内心还是特别希望有这个感情 比如说他是离婚的 他孩子需要什么 能帮你帮人家 不要太计较 对难的工作也要求吗 工作的话 反正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你只要你肯吃苦 你勤劳 你总是有生活来源的 嗯 但最好 我也不一定说要求你有个什么 朝九晚五正规的工作什么的 但是最起码你得有生存的这个手段 就在这个时候 余美娜的女儿彤彤也回来了 哎呀我的宝儿这手扒脸呢 听哪儿玩儿去了 阿姨你好 叔叔你好 说你好 这儿呢 这儿呢 宝宝 这儿呢 我又说你好 不说你好 你们说的不说你好 我又想要抱抱抱 就想要抱抱啊 嗯嗯嗯嗯嗯嗯嗯 她说法卦 彤彤很萌很可爱 只能简单的蹦出几个词